P警察还有消防员团团包围 荷兰埃德镇这间夜店 连装甲车都出动 武装警察严阵以待 阵仗浩大 整座城镇充满肃杀之气 强调出于所有人安全 因为当地时间三十号清晨 一名持有武器及爆裂物的男子 闯进夜店挟持多名人质 他更威胁引爆自己 警方派遣特警 遥控机器人等人员设备赶赴现场 并且转移现场附近一百五十户居民 当地火车已经停运 民众被告知远离 埃德镇的中心也被关闭 警方不敢大意跟刑犯 经过长达数小时的紧张对峙后 情况总算有进展 三名人质获释高举双手走出夜店后 不久就有一名男子接着出现 被武装警察命令 双手抱头跪下 随即遭上铐 带进旁边等候的警车 当局也表示这起人质 挟持事件没有恐怖主义的迹象 但究竟嫌犯动机为何 仍有待调查 所幸没有酿成悲剧 三立新闻杨俊宗报导